我们说不管家里面有人生病啊 什么紧急状况啊 马路上发生的车祸啊 什么大家一定赶快打电话找救护车啊 那么一台救护车应付一个 这个多少的人呢 他才能够有余力 把大家都照顾好呢 屏东市有二十几万人 结果总共就一百零一个消防分队 而且只有一辆的救护车 平均一趟要 这个一天有二十趟的救护啊 来来回回 不但让救护队员是疲于奔命 更重要的是常常有纠纷 因为很多人讲说 我叫救护车你来这么慢 这个影响到人命是谁来救 甚至还告到法院要求国陪 让屏东消防分队的人 真的是怕法院跑不完相当的头疼 救护车静静出出 一刻不得闲 一天二十趟的救护 全靠唯一的这一部救护车 有时候感觉是不够了 老公这是男手 你要保留人家里面 老公就会运作 给一台救护车的都会运作 你不够了人时 你这样可能 返在那里面 就像什么样的 贯车静静的都很严重了 知乎人员简直就是疲于奔命 要是遇到职业救护 或者大型的突发意外 例如食物中毒或者重大车祸 根本无法因应 职业的入导病患 在我们常常接到有好几位 就是固定可能浪缸 就几天会叫一次救护车的 来看看其他地方的设备人力 高雄县凤山市人口三十万 就设有三个消防分队 配属六部救护车 连人口仅仅六万多的内谱乡 也都设有一个龙泉分队 只有屏东市从以前到现在 只有一个消防分队 每天平均将近有二十起的救护案件 只有一部救护车根本就是分身乏术 其中路途较远的地方 患者根本就很容易延误旧医 人命关天 问题再拖下去 民众炮轰会出人命 中天新闻张春华评论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